14億人口大國 街上沒人 店裡沒客 人到哪裡去了? 拍攝視頻的網友不禁質問 實體店未來的路要怎麼走? 北京《彩虹茶葉店》的店主氣氛的說 今年這買賣 不是你努不努力的事 就是你努力到無能為力 你也掙不到錢 你看這街上空空蕩蕩的 你就懂了 曾經生意紅火的湖北校感萬達廣場 如今也是空空如也 很多店關門 沒有人消費 逛街的人特別少 這家商場也是如此 大中湖 連個人都沒有 不知道這裡的店鋪怎麼能撐得下去的 網友感嘆 感覺這幾年還是別開店了 捂好自己的錢袋子 中高端消費的商場人流下滑 還有情可原 可沒想到 日常購物的超市也面臨著經營危機 沒什麼人啊 週末沒什麼人 感覺這市場還是有問題呀 我很少逛超市 一年也就逛五次左右 我發現 現在來超市購物的人比原來少很多 可能這些人也不捨得花錢吧 拍視頻的女士說 她從超市營業員那裡了解到 現在好多東西都賣不出去 很多零過期的商品會打折 比如說 原來賣25塊 打折後就賣10塊 而且超市還會給營業員規定任務 每天要達到幾千的營業額 營業員表示 這樣的任務很難完成 對此 拍視頻的女人表示 大環境不好 普通百姓生活艱難 其實 這些老闆也挺難的 主要是消費市場的困境越來越明顯 大家都不消費了 如今 許多傳統實體店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尤其是餐飲行業 看看現在的火鍋店 晚上七點了 一桌都沒有 沒人吃火鍋 現在是晚上八點鐘 看看各家店都有沒有人 這沒有人 這是麻辣燙也沒有人 這是水餃餛飩 沒有人 實體經濟真是不容樂觀啊 八點的時候就沒什麼人了 這是江蘇昆山一家新開業的飯店 該店老闆花了四十萬 接下店面做生意 沒想到 無人問津 直呼 現在中國餐飲業 好似進入黑暗時期 四川廣園的美食一條街也是人言欺少 一家店面的老闆無奈表示 花兩萬多房租 15個員工要養活 日子太難過了 有河南鄭州的網友說 隨著失業人數的增加和再就業困難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了擺攤的行列 攤位數量呈現成為增長的趨勢 比如 他所在的這個夜市 去年只有二三十個攤位 而今年已經達到了六七十個攤位 原本是顧客的人成為了攤友 儘管攤位數量增多 卻明顯感覺到消費減少 每個攤位都不太忙碌 一些攤主表示 以前都是忙得腰酸背痛 現在卻總是坐著休息 沒什麼生意 在鄭州 工資水平不高 但生活成本卻不低 許多來鄭州打工的人 每月的工資減去房租和日常開銷後幾乎沒有多少積蓄 如今 賺錢變得越來越困難 大家都在緊緊抓緊錢包 另外 自從疫情爆發以來 中國各地的房價已連續下跌三年 這對許多人造成了深刻的觸動和恐慌 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 都受到了房價下跌的影響 這也導致他們的資產嚴重縮水 還有許多人每天都為著房貸而憂心重重 感覺被壓得透不過氣來 他們不得不努力應對還貸問題 當前 經濟不景氣 各行各業普遍出現了大規模的降薪和財源現象 每個員工背後都是一個家庭 而這種情況 對於家庭的資金狀況造成了嚴重影響 可以說是雪上加霜 許多家庭面臨入不敷出的生活 尤其是在三四縣以下的城市 許多實體店面臨著效益不佳的困境 有些實體店甚至無法支付員工工資 有些則不得不關門大吉 在一些地方 甚至出現了整條街都關閉的場景 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 比房價下跌更可怕的事情已經出現了 那就是14億人都在急一縮時 幾乎無法刺激消費 這種情況在各個城市都有所體現 感覺現在好像很多人都變得非常清醒 非常理性 大家都變得非常謹慎 無緊錢包 不敢隨意花錢 另一方面 不少人擔心 房子的市場價值會下跌到低於以貸款額度 這對房主來說是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因為如果他們走投無路 想要賣房來還貸款 他們可能會損失資產或需要額外資金來彌補差額 目前 許多城市的房價下跌幅度還控制在30%左右 然而 一旦下跌超過30% 這將意味著 大部分購房者的首付就基本損失了 到那時 購房者手中的房子就等於每個月交著昂貴的租金 而且一交就是二三十年 這期間 還得確保房子是保值的 不然購房者的損失會更大 現在很多人都害怕 最終用盡一生的積蓄換來的卻是一套白菜架的房子 在這種情況下 許多人可能會考慮放棄繼續償還貸款 那麼新一輪的斷貸潮就會出現 而且是大面積的爆發 接下來很可能是銀行出面 把老百姓的房子收走 最終的景象就是 城市裡的房子大多都是屬於銀行的 但是房子卻都空著 沒人住 老百姓則因為沒有還完房貸而上了黑名單 最後只能在外面租房子 外界擔心 這種民不聊生的景象很快就會出現 現在 不僅百姓的日子難上加難 今年以來 內蒙古 湖南 北京等地的省級機關事務管理區 紛紛出臺過緊日子的具體措施方案 外界認為 這不是好兆頭 中共財政部網站3月28日消息 財政部近日發布通知 多促各地區 各部門繼續過緊日子 強調要嚴格管理三公經費 控制一般性支出 壓縮各種活動開支 加強預算約束和執行監督 嚴格支出管理 強化預算計較管理 嚴肅財經紀律 其他地方也相繼出臺具體措施 湖南省提出了落實過緊日子要求的10條具體措施 包括減少辦公用房維修經費 嚴格更新公務用車標準等 北京市機關事務管理區出臺了19項具體措施 提出充分利用公務倉調餘補缺 提高入倉資產和調劑資產數量 內蒙古自治區機關事務管理局發布了進一步落實 過緊日子要求的實施方案 要求辦公設備採取 修舊歷舊原則 優先使用公務倉調器的辦公桌椅 電腦 打印機等 廣東也下發了例行節約反對浪費的通知 要求各單位將過緊日子的要求常態化 如街道日常會議不再提供瓶裝水 參會人員需要自帶水杯 對此 原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李元華 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指出 中共政府本身龐大的官僚體制運轉 需要大量資金支持 加上其各種揮霍 實際可節約的資源極為有限 當前 政府確實面臨財政困難 因為原有的收入來源大多已經枯竭 要知道 中共政府過去主要依靠出售土地獲取財政收入 但現在 房地產市場基本處於崩潰狀態 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已經喪失 與此同時 由於民營企業 國有企業 以及拜資企業的經營困難 稅收也無法如期入賬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不得不出售本地的旅遊景點等資產 來填補財政缺口 李元華表示 即便是中央政府也面臨資金短缺的困境 2022年 李克強總理在一次大會上強調了自食其力的重要性 表示中央沒有足夠的緊急救助資金 現在 儘管政府確實面臨財政壓力 但政府在節約方面可能有些虛假表現 因為真正需要解決的是體制性的大額支出 而無關緊要的瞎解約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前湖南省岳陽市均山區林業區前副局長劉少淳認為 地方政府不會全心全意地跟中央一起過緊日子 這個腐朽邪惡的統治需要官僚積極的支持 如果幹部們被搞得太苦太緊 真的過上了苦日子 那他們可能會全部退縮 不再為這個政權效力 不再維護這個政權 這對中共來說是非常可怕的 因此 它只能借去貪養官 口頭上喊出 再窮不能窮幹部的口號 有時候做些秀給老百姓看 但它不會真正實施 就像中國中共反腐一樣 只是選擇性的反腐 目的是為了清除一己 為的是政治上的需要 說到當局的貪腐問題 就不得不說說 中共的三公消費 即所謂的公款消費 公款旅遊和公共用車 是令人驚訝的大規模開支 中共官方關於公款消費的相關禁令多達上百項 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的規定也越來越細 然而 公款吃喝乃履禁不止 一屆官員為逃避檢查 採取了藏身魚 內部食堂 私人會所 偏遠農家樂等隱蔽場所 以及用礦泉水瓶 罐裝白酒 巧借明目 轉嫁或分攤大吃大喝費用等伎倆 公款旅遊不用多說 就是用公款支付自己 或者是官僚體系內部人士的外出旅遊費用 公共用車 就是領導專屬用車 官員使用車輛的權利相當於封建社會中的做官教 一旦成為官員 就不能沒有專車 這被視為一種福利 雖然近年來 中共官場的公車改革已經進行了多次 但一直沒有改變本質問題 為什麼呢?因為中共必須要籠絡這些官僚階級 其中 公車就是官僚階級的一個重要的利益 是動不了的 在過去管理不言的時候 官員們相互攀比 購買安全性能較好的越野車 一些單位需要配備幾十輛公車 有的單位甚至建立了車隊或後勤保障局等 後來 習近平規定了 某級別的幹部只能做某種品牌的車 如初級幹部只能做皇冠車 這些車型 外觀低調 但內部裝飾和配置都非常豪華 這就是一筆巨大的開銷 隨後 還出現了貨幣化補貼政策 單位將公車拍賣給有關係的人 然後變相出租給領導 車補與工資一起發放 但租車費用仍由公家出錢 原本作為公務用程的開支 現在變成了無法明確記入財務賬目的款項 只能掛在各種項目資金上 另外 維修公務用房也是一個巨大的開支 一些官員會尋找各種方式來進行工程和項目 這些都是開支 原本辦公室可以正常使用 但他們會抱怨這裡漏雨 那裡需要維修 公款採用的費用很高 一件一萬塊錢的東西 因為是公款採購 可能需要花費3萬塊錢 在官方專家看來 公款吃喝存在的嚴重問題 凸顯了公共財政體制存在缺陷 不但財政支出缺乏公開性和透明性 而且人大的預算支出監督機制缺乏 卻是健全完善的監督制度和行政問責制度 在中共黨政機關不斷提出 要習慣過幾日子的同時 地方財政資金愈發困難 多地出現降薪潮 有廣東政府部門知情人士表示 現在形勢已經變了 年終獎取消了 好多地方能夠正常把公司按月發出來都已經不錯了 包括發給企業的補貼全部是拖欠的 財政沒錢 現在就保基本的月工資能正常發放 其他的都不行了 早在2020年的兩會期間 前任財政部部長劉坤就告訴媒體 中央本籍已經押減了非急需非剛性支出超過50% 僅對工資等剛性支出給予了保障 一位來自山東的體制內退休公務員還披露 自去年以來 職工醫保親個人賬戶也大幅縮水 今年2月醫保再次改革 原來每個月個人賬戶可以得到300多元 甚至500多元的補貼 現在70歲以下的只有100元 70歲以上的則有125元 門等費用可以報銷 但有一個基數限制 一年內500元以下不予報銷 超過500元部分只能報銷65% 了解中共的人都知道 一旦中共喊出要開始過緊日子 下面的人就要準備承受更大的壓力了 其實大約4年前 中共就開始提倡過緊日子 現在情況越來越嚴峻 有網友表示 以前退休時可以得到2萬多元的獨生子女費用 現在每月只有100元 說是沒錢了 基層一線更是目不忍睹 連工資都發不出來 大家哪裡有幹勁呢 另外 體制內機構改革正在進行中 人員規模在不斷縮淺 如果一個崗位可以招入公務員 事業編制 企業編制 臨聘等 那麼更傾向於招入成本較低的人員 外界認為 只要中國一天不離開共產主義 中國的前途就無法擺脫黑暗 習近平所倡導的共同富裕 其結果卻是共同貧窮 中國若不能向自由民主和平過渡 那是遲早會有革命抗暴 為什麼蘇聯垮臺 因為違背了民主道路 原來的41個社會主義國家 現在只剩3個 中共的命運是可以預見的 紐約大學經濟學家盧比尼 近日還發出警告稱 中國需要摒棄舊的經濟成長模式 轉向側重國內服務和私人消費的新模式 否則 中共黨會習近平可能會帶領中國走向停滯 他指出 中國目前正越來越關注先進製造業 如電動車和太陽能電池板等產品的出口 但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 保護主義可能會使中國陷入 供應過剩的困境 盧比尼強調 中國需加大內需投資 促進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幣種增加 他指出 長期以來 中國家庭消費率較低 是經濟成長的一大障礙 為避免貿易戰和供應過剩 中國需要提高退休金服力 加強醫療保障 提供失業保險 並為農民工提供永久城市居民權等 然而 盧比尼認為 中國領導層似乎不願意提振私營部門和家庭的信心 他將此歸咎於習近平及其身邊支持當前增長模式的顧問 據BBC報導 中國退休年齡較低 未來十年將有數億人退休 造成嚴重的養老金負擔和就業壓力 此外 中國也面臨著富人口成長和經濟挑戰 對 中國也面臨著富人口成長和經濟的顧問 對 中國也面臨著富人口成長和經濟的顧問